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持续是相当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从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台湾上空依旧是没有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 同时大气也是比较干一点的 所以连云量都是相当的少 今天各地都有阳光露脸 而这样子持续是比较温暖稳定的好天气 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四左右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都跟今天一样 温度非常的温暖跟舒适 只有早晚稍微的凉一些而夜 那么在降雨的部分 因为是吹着偏东风的关系 所以东半部地区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局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正雨 大致上来说还是可以维持好天气 只是在山区容量稍微多一点点 局部零星的短暂正雨而夜 那么西半部地区则是跟今天一样 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四左右 所以从降雨的分布图也可以看到 除了在东半部地区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之外 西半部地区几乎都是不会下雨的好天气 那么在这样子好天气的情况之下 温度也是持续的温暖 各地的高温在北台湾可以来到27度到28度左右 那么中部地区也可以来到了28度到29度 南台湾也是一样 差不多的气温来到了27度到29度左右的高温 接下来这一周温度变化不大 不会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 只是清晨跟晚上的温度还是会降到20度上下的 提醒大家早晚还是比较凉一点 中午又温暖 最近的天气特征就是很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大 大家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搭配一件保暖的外套 所以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大致上来说都是相当晴朗稳定的好天气 只有在宜兰地区花莲地区还有台东地区局部 临心靠近山区的地方临心的短暂阵雨而已 那么在西班部地区都是好天气了 只是好天气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到其实从今天开始 西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就逐渐转成比较不理想了 特别是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受到光化效应的影响 臭氧的浓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这个臭氧会刺激大家的呼吸道跟眼睛 所以会有一点点过敏的反应发生 建议敏感族群在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 就要尽量减少从事户外的激烈活动了 好所以最后给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的下个星期四 所以周末假期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同时大气的湿度是比较低的 可以多多晒洗冬天厚重的衣服 只是清晨的时候会有些局部起雾的状况 但是太阳露脸之后 这个雾气就会很快的散去 所以一天当中的湿度最高 同时有机会起雾的时间就落在清晨这段时间 提醒大家如果是清晨的时候要外出 就要多加留意交通的安全了 那么另外就像刚刚提到的 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 臭氧的浓度会比较高 提醒敏感族群这个时段 就要减少从事户外的剧烈活动 不过来是历史了 这里没有人货币的